学佛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 学佛的过程首先就是要用真心 真心念经,真心改毛病,真心忏悔 你只要用真心学佛,则妄念不生 更有利于你修心修行 除了每天工作,照顾家庭 我们应该把握住每一分钟来修行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好修坏,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 有的人把自己修到地狱里面 有的人把自己修到轮回当中 有的人把自己修到天上 有的人把自己修到了菩萨界 修行是你们在人间的造化 你造恶事,你就会把自己修到地狱里面 你在缘分上拼命搞,你就会在六道中流转不息 你做善事功德,你就能修到天上 所有这些行为就是你们在人间的造化 造化就是看你们在人间怎么做 人性本善,何必惹尘埃 我们每个人自来到人间时 本性都是善良的 修掉身上一些不好的东西 师父经常讲,让你们做人老实一点 你们要听话呀 脑子里喜欢乱想,思维喜欢妄动 产生出妄念,做出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这些本身就是在给自己的修行增加成本 没有的讲成有的,这不就是妄念妄行吗? 做人不能老老实实,学佛不能实实在在 喜欢搞一些非有非无的东西 佛法不能按照自己的思维去修 师父已经很多次告诉你们 学佛人要依法而修 自古以来,修行的人成千上万 数不胜数 而真正得到的人却如凤毛灵脚 就是因为真修的人太少了 佛法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在里面 假修得不到佛的真如实意 你们要懂得一个道理 师父怎么讲 你们弟子们就怎么修 这叫尊师重道 只有尊师重道的人才能得到师父的真传呀 不尊师重道 东看西看 东想西想 最后什么也学不到呀 想想看 师父讲得这么辛苦 你们不真心学 不用心修 你们尊师重道了吗 没有尊师重道 那你又怎么能得到师父的真传呢 你又怎么能得到师父的这些教义 和更深层的佛法真谛呢 所以做人不能太无知了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已经进入了学校 是不是要好好学习 认真读书 不好好学 最后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 伤害的是你自己的会命 人生没有重来 只有后来和后悔呀 下集资 就说得好 明镜柠 了 明镜柠 了 有点 有点 重要 请不吝点赞 好 有点 那个 到 有点 线 那 有点 我 有点 感谢观看